来,准备,开机,好预备,开始 恭喜庆余年二开机了 电视剧官微上来就是一波物料轰炸 先是公布了一段幕后视频庆祝开机 并大呼我们来填坑了 从2020年开始创作剧本 到现在正式开机 不得不说真的是等了太久了 作为主演的张若云也出现在了视频中 本人换上了男主角范贤的造型 站定在了镜头前 虽然没有词 但是一个表情就令人感叹不已 成城的词 1月4日 3月1日 0月4日 3月2日 2月1日 3月1日 相当于5月1日 6月1日 5月3日 6月1日 5月1日 5月2日 6月1日 只能索明我害怕你惨啊 哎呀 复活了 人生第一次拍续集 是吧 拍续集的感觉很奇妙 跟新戏完故事一样 哪有感觉 没有想错 我捞个素材 不给机会 随后官威公布了主创阵容和定装海报 除了男主角张若云和女主李庆之外 陈道明 吴刚 郭麒麟 田宇 李小冉 宋毅 新直磊 高曙光 李强 李端端 同梦石等原班人马几乎全部回归 不少网友直呼等了太久 终于等来了第二部的开机 还有网友给出了不少建议 希望剧方好好的给男主做造型 认为第一部男主造型太不给力了 其实从公布的定装视频来看 男主角张若云这一次造型确实有了些许的改变 变得更加阴气 更加滑贵了 整个人的状态也非常好 他在定装时也感叹人生第一次拍续集 很是奇妙 一刀下去 再来一刀 就切成了从段 除了这些之外 庆余年二的开机现场也很是热闹 虽然下起了雨 不过主创们的情绪很高涨 大家也似乎期待开机很久了 不过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这一次官宣阵容和定装海报 唯独缺少了一个人 那就是饰演严冰云的肖战 第一部该角色基本就是客串 戏份非常之少 只有在收官前几集出现 但是到了第二部 按照原著的话 严冰云的戏份会非常重 几乎就是男二号 会和男主范贤并肩作战 成为得力干将 而在此前的票选中 最期待回归的演员中就有肖战 不过如今官宣阵容中不仅没有 就连该角色由谁扮演都没有公布 按理说 该角色第二部戏份非常之重 应该是一起官宣的 肖战当年还没有走红时 演出了几集 如今的肖战已经走红 并且作品不少 最近刚官宣将出演徐克的星座射雕 饰演男主角郭靖 所以他不出演也很正常 但是剧方搞得神神秘秘 反而显得很尴尬 甚至连相关词条都被炸了 还有一些黑粉嘲讽肖战 认为换人是其变大牌 不想出演了 不得不说也真是够无语的 演出后被骂 不演也被指摘 其实换演员出演角色 是可以理解的 剧方应该再早一些官宣 避免更多的纷争才是 现在阵容都官宣了 这个角色却似乎被剔除了 难道第二部该角色要删除吗 七月年第一部 还是非常贴合原著的 这也是令网友 非常喜欢的原因之一 如果要删掉人物的话 那可能会惹来一些争议 而如果没有删除的话 现在都要开机了 换的新演员应该也进组了 难不成剧方想要保留看点 到时候播出再官宣吗 那样的话 怕是又会被骂炒作了 此前就因为 屡屡营销第二部相关话题 却又迟迟不开期 导致不少的网友吐槽 好感度消耗了不少 现在对颜冰云这个角色 又搞得神神秘秘 只能说还是希望剧方 尽早官宣吧 庆余年二 现在只是开机了 剧里真正播出 估计还有很长的时间 希望剧方能够 好好地拍摄和制作 别辜负剧粉们的期待